沈东小开 苗华斌的婚外情事件越闹越大 那么今天第三者 这名刘小姐带着五个月大的女儿出面气宿 她描述了当时两人认识的经过 她说当初苗华斌对她隐瞒真实的身份 后来当她知道男方已婚时 她立刻要分手 但是苗华斌承诺会照顾她一辈子 没想到是之后呢 这个事情急转直下 因为她怀孕了 苗华斌当场变脸要逼她去堕胎 刘小姐说她的人生已经毁了 她只希望苗华斌能够负起一个当父亲的责任 毕竟是她的亲身骨肉 我希望说如果说她毁了我没关系 但是捡她对她的女儿负责任 一开口就气不成声 抱着五个月大的女儿 刘小姐出面哭诉 神童小开苗华斌使乱中气 现在有发一些简讯 就是比较生气这样骂她这样的感 刘小姐说跟苗华斌交往一年多 一直到去年才知道自己是第三者 当时苗华斌还苦苦要求不要分手 没想到刘小姐意外怀孕 苗华斌不但不认账 甚至还要她堕胎 我当时有发简讯给她 父亲说 假设她今天是在你肚子里 那你决定要不要 那种痛苦 刘小姐说苗华斌开始拒接电话 最后她只能自己一个人 在医院把孩子生下来 还得背负不孝女的罪名 他们老一辈嘛 觉得很丢烈 她也觉得我很不孝啊 意外成为第三者 刘小姐对苗华斌的太太孙政华 觉得很愧疚 还曾经到孙政华的部落格 留言道歉 但孙政华没有回应 再三的就是想说 跟她讲说很抱歉 对不起这样子 就是对她 我很抱歉 刘小姐说她不要名分 只希望苗华斌能负起当父亲的责任 至于苗华斌方面 仍然不愿意出面回应 豪门小开的绯闻 恐怕还无法画下句点 追选流浪和林小凡 SNG小组台北上报道